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齐游医生 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 一个古老的话题 生命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养 这个大家争论不休 甚至有人还搬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 你看这个养生就是应该静养 静养器 这个齐游医生并不反对 但是静养和动养应该是动静结合 所以运动也特别重要 来看科学的数据 长久以来关于老年人 是否应该运动的问题 一直存在着正义 因为很多文章也推荐静养 那个年龄大了 到底老人应该如何养生呢 2020年10月在英国医学杂志BMJ 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答案 这项研究将1500余名老龄 老年人分成三组 其中一组每周进行两次高强度运动 每次持续时间和强度 都达到最大心率的90% 高强度运动组 另外一组每周进行两次 中等强度的运动 每次是持续50分钟 达到最大心率的70% 第三组不强制做运动 只需要定期的做体格检查就好了 经过五年的追踪后 研究后发现 第一组也就是说 做高强度运动的老年人 他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都明显优于其他的两组 且死亡率是最低的 高强度运动组 好 再来看另外一项研究 近期柳月刀相继也发文 最长受的运动 是挥帕类的运动 比如说网球 比如说高尔夫球等等 挥帕类运动 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47% 另一项研究则提示高强运动 高强度运动可以使肌肉释放一种叫肌细胞因子 这样可以为机体创造一个抑癌的环境 可以预防13种癌症的发生 这就是我们很多的科学的一些实验报告 都已经给出了最权威的依据 那么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第一点 运动能提高老年人的免疫力 研究显示长期坚持适量有氧运动 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提高淋巴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以及比例 从而增强免疫力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的一个重要性 尤其是近年来 近年来这个新冠织源体流感 磁器笔伏的发生 就是考验一个人免疫力是好还是坏 第二个运动可以更好的预防慢性激励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这个慢性的病导致老年人死亡最主要的原因 而运动可以有效的预防慢病的发生 比如说三高心脑血管疾病 从而到来改善生活和提高生命的这么一个目的 第三个就是运动可以让老年人对未来的生活更乐观 研究显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释放内非钛等化学物质 这些物质可以调节情绪和行为 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这就是为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同时再来看另外一个科学研究 根据美国骨科协会的数据显示 缺乏运动的老年人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和骨折等问题 而运动 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灵活性 预防骨骼问题的发生 所以生命在于运动 当然运动也要失料 那么邱医生想访问您一句 您今天开始运动了吗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邱医生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